按一下录制 好 那个之后事后的录影可能 刚刚前面练习6这里会有一些缺少 那不过我这边先做点补充 算是也给各位同学做 你课后做作业整理会是比较清楚 那前面就是 前面就是到练习2到练习5 基本上就是说按照电子书有多少的 有多少的这个区块唱可的示范 那你就按照这个 他的这个电子书的编排 去做那个设去放置 还有加上说明 但是练习6我是觉得 除了比较适合的一个安排 应该是按照他这边在练习6这里刚刚有提到 不是有这个表格他列出了七个这个逻辑运算子嘛 那在练习6这边大家比较建议你的这个演练呢最好是安排至少七个chunk 那每一个chunk 那每一个chunk就是对应其中一种 就是例如说第一个是这个 小A小于B的演练 然后这个是 第二个就是小于等于的这个演练 那依此类推 那只是说说这个 呃最后这个运算 最后这个运算子 要再加上 哦对不起我刚刚分享一下 呃不好意思啊那个 操作上 没那个真的要有个导播来帮忙 好就是练习6这边 好主要刚刚主要重点就是讲的是练习6的这部分 好练习6这边请呃大家的自己的作业演练之中放置至少七个chunk 那这是要对应的是 那个在电子书 在这个在这里他这个表格里面他有七个运算子 好那七个运那这那就是每一每一个chunk 你就是示范至少一个运算子怎么去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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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他 ok那当然最后一个这个是特别要花一点功夫 花花一点那个是值得花一点功夫去认识他的他的这个应运 印运算 印运算子 好我是 我是比较喜欢叫他叫那个集合运算子 好因为 因为就刚刚刚上一次 上一节课比较没有失 没有录到的范例 我后来觉得 我现在觉得没有录到也 也没有也还好因为因为那个我就上一个这个我用这个范例做特别把它摘出来做示范 这样子可能会对某些同学的电脑的负担有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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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范例你自己去改良 不过主要就是对应的是表格内的这七个运 这七个运 七个运算子 好 那当然这个最后就是最最最最最后就是这一这个演练有一个活活用题 就是记就是你如果那个功课都做完了 好那你可以再上你下次上课前还有时间的话 你自己设计一个范例 你示范怎么去使用这个印印算子 然后就是在讨论区跟大家来做分来做分享 好 好 好这是练习6的部分练习6 filter的部分 这个补充应该算是OK 因为这个录影我都是有 但是刚刚有一点点没有分享到画面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MUTATE带练习7 就是这个叫做就是创造一个新变相 好那我这边手我这边有加点量 那个练习7的电子数 他只有现在这个7-1的这个Chunk里的程式 好那我是想要借此 跟各位来再介绍这里面的这个函数 好因为MUTATE它的它的这个功能 其实刚刚大家在在在看我的那个 在看一开始的作业回回回回顾的时候 就已经就已经有见识到了 他其实就是在现在的这个资料 原来就只有这前面这五个变相栏位 在根据这个变相栏位 就是是在这 就是请注意 是是在这个资料里面的变相栏位的资料 再去创建一个新的变相 好那这个通常有什么用呢 像这个变相它的一个 它它这边这个DECAY 就是说根据十年做一个年代 例如像我们现在是严格可以 可以是叫做是2020年 2020年代对不对 好我们可以看看 但是期待说那个20 到了2030年年代 如果这门课还可以继续发展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那这边这个资料我们就是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用这种年代来去做 来来去断代像是要做绘图的话 那就可以用这个DECAY 这个变相来去做绘 来去做绘图 好不过我是想要用这个例子来去介绍说 在DECAY里在这个里面它这个运 它这个计算是怎么样做 是怎么样做是怎么样做到的 不过我会稍微用一点那个比较简 比较简易的 就例如说我现在我就只要 我就我就我就只要是那个1880到1990 那这个至少会可以分成三个年代 就是18801990跟 1890跟1990 我们先看一下 好这里就是说 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就1880 1881然后到1990就有 哎呃对不起太长了 应该8 我有点太长了 好我们只要稍微短一点 好就这样子 好1880到199 1900对不起 好1880 就是21个 你们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说 呃每十个 每十年从每一 从那个是最后一个是零的这个西元纪年 然后到九 这十年当成是一个年代的话 那就是除与十 好那注意哦 这跟这个就是除的意思 然后这个flowers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直接就把这个函数给那个灌上来看看 好然后我们可以可以可以看一下 好在这里面你会注意到 他就变成都 他这个等于这个这个除其实就是得到的结果就是商数嘛 好就是他就是把每一把这个 刚刚这个1880到1990 这21个数值都除以十所留下这个商数 好就变成了这个原来样样这个样这个样这个样子 然后再要要要变成说是呃我看一下那个电子书的范例 好对电子书的范例就有写了 好对电子书的范例就有写了 像像他他这个后他这个以前 他后面我都要再加再变成再加一个零的话 就再乘以十 好那你们可以看到我把两个韩式给并排 把这1880 这原来是每一是每一年 然后我要把每一年都对应到他的某一个年代 就做这样的转换好就可以 好这个是在mutator通常就是说我现在要把 要把那个现在有的变相做一个转换的话 通通常都呃都呃就是可以用可以用加一个这个新变 新变相然后然后在这个新变相里面我自己可以去设定各式各样的这个韩式去做 呃然后我记得我的这个 哦没有没有这个是下面下面练习吧才会有 呃就是这个各式各样做四则运算的韩式 你都可以拿来做转做转换用 好这在很多那个行为科学的就是问卷调查分析 或甚至实验的资料分分析 这是这都是会经常会用到的一种那个技的一种那个技巧 好就是给各位可以来做参考 好那呃我透过这一个例子我是想到可以教大家一个 教大家一个新的也借此再来配合逻辑 刚刚学过的逻辑运算子好像现在呢是把那个每一年热门的名字 就是我会是热门的名字我自己是先姑且定义说在那一年有一千位以上的新生儿都是取这个名字就叫做热门的蔡奇阿米亚 好所以这样你们可以看到好我现在就加了一个big name 好叫做这个这个就是那那你们可以看看可以看可以看到只要是一千的超过一千的这个big name 那这样子我都可以去用这个变相去区分哪些是这个big name还是那个还是不是big name 好那现在要各位来那个来那个要有一个限量的回答 请你们试试看如果我现在是改成要去找比较冷门的名字就是一千个以下 当然这个名这个名字建议换一下你们就把这个请你们试试 请你们告诉我 请你们那个在讨论区来展示出怎么样把这个true跟false给反过来 就是变成是这个是要冷门的名字 那所以说是小于一千的才是true 大于一千的就是false 那个这个要怎么样做 来请你们试出来后就把你们的尝试的那个程式码跟像这样的结果贴在讨论区 刚刚图形的是很久以前 来现在来现在是要完整的程式码加结果 这个很厉害 但是这个不算这个并不完整 这个算是蛮聪明的一个方法但是还不够完整 这个名字如果改一下是更好的 这个你可以把变相名改一下就更好了 我问我这位同学每次截图都只有这样子 所以还是截图太大了还会上传都很慢吗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图翻到就是true跟false的都有的那一页就更好了 不过这个还是ok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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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再等给同学的一些机会 然后那个同学还在试的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活用 可以看一下活用题 哇 怎么这个截图都这么大 有在上传但是好像ok 好 这个ok popular name 好 这个很 嗯 好 这个很 这个很 这个有一点 这个是蛮有 蛮有技 蛮有技 技巧的 有学到用那个惊叹号 嗯 ok ok 这个也可以 嗯 ok 这个也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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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兩位 嗯 再兩位就結束 嗯 等一下 嗯 嗯 OK 好这个的也可以 我都翻到第二有true跟false那个就更好 OK 好 好这个是最后一位 这这个比较 这位同学比较快一点 不过就是你可以改一下你的名字 改一下这个变相名字 让他名副其实一些更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 看一下这一这个部分有一个活用题 有练习期有一个活用题 是跟正向心理学的那个资料有关的 好那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可能下个单 下一周的单元会谈到 不过但是我想说作为这一周的活用题 好因为大家都都已经对这个正向心理学之后 有一些认识都知道 他有这些栏 他有这些栏位 他有这些栏位 但是今天如果说这个资料里面 原来的研究者他没有提供这两个栏位 就是这个就是说什么AHI的这个total跟就是快幸福感量表跟忧郁症量表 就是这两个栏位资料 他并没有提供的话 我要怎么用那个MUTATE 来去把这两个变相给还原出来 或者是重现出来 就是这个练习期的活用题 好请大家如果你自己找到方法的话 请你把它给分享在讨论区里面 OK那是怎么样 这其实在他的那个codebook 我可以说他已经有剧透了 你们只要仔细去看看 然后再研究好今天这个MUTATE的功能 你马上就可能就可以马上写出那个可以解决的code出来 好今天这个要最好就是加上这个code 来做说明会比较好 OK 好 现在我们就到练习8了 在练习8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 在前面的练习2 我不是有丢了一个问题吗 就是说 这个我们就一开始预览这个资料 我们看的这个D比较说 1880年叫Mary的女婴有7000人 然后他的这个比例是这样子 好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 那为什么 那这关键就在说这个proportion 他是怎么样算出来 那就跟这个练习 演这个第八项的这个 呃 他的这个summarize 他其实第八项他介绍了两个韩式 一个叫做summarize 这个叫我在 那我在讲义中我其实特别叫描述统计 这是这应该算是我们开学以来 最跟统计最有最直接是有关系的一个练习的 这个summarize他就是把一个资料里面的所有我们会知道的各种的统计的 呃的的的的的既然是描述统计的的的量数都可以透过summarize去整合出来 他是一个比summarize他是一个比较比较特别的韩式 我这边讲讲义是所整理的是说你可以放在summarize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描述统计函数 那他可以只要放进去他就可以放他就可以去算你就可以指定他去算这个资料的哪一个变相的什么最大最小值啊百分位数啊 总和平均更不用说还有标准差甚至连相关都可以 好就是也就是一开始我们在回顾这些跟个跟各位秀出来的那几个我怎么样去算那个百分位数啊 还有怎么样去根据百分位数去画那个小提琴图加加箱形图也就是用用这个summarize去做出来的 好我们看一下店看来看一下电子书里面的范例好电子书里面这个就值得 每一个每一个chunk你都要去演练一下咯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 8-1 他这个是很简单他就是说把那个summarize 把这个data里面 请你们看咯他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data 这个data请注意他是从这个练习3 我们在一开始练习3有画第一个图的时候我们是抽了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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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把把其中是女是女生然后是叫这些名字的资料给抽出来 所以在前面我们应该已经有这个date 所以大家请确定一下你在你如果是单独你没有要neat 你是单你是单独执行前你先确定说你的这个environmental里面已经有这个有这个资料 已经有这个资料值了 因为可能刚刚有人有重开等等 等等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可能会失败 那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就直接看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是 是在这个是在这四个有叫这四个名字的女的女音里面 从1880一直到2017年全部的人数有这么多21万多 OK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可以看到 他这个就有点像一般在报告中 如果说我们可以直接neat来看看 他现在我们光是在执行看起来 就已经是有有一点点像那个 一般在很多报表中看到的这个表格的形式 那Summarize应该说DTLYR里面的Summarize 它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可以建立基础统计表格的一个函式 所以这个如果说你把它neat出来 他的那个结果会是也会是就好像是你们在一般的报告所看到的 那个样子 好 那个我们就等 我们就等他看到neat出来 因为这个越多 这个要neat起来要等越久 我们先继续来去看 看那个他下一个group date 他是介绍这个group by 这个函式 那这什么意思呢 好 这主要的原因是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里所Summarize出来的是全部的人数 就是全部四个名字女生的总人数 就从最早到最早有记录到最新的记录 所有的叫这四个名字女生的人数 那我今天如果说想要把那个女生的名字按照就是前面我设定 我不是挑就是Emily Casselin 这四个名字这样子来去分组去做的话 那我就需要靠group by 就是把一个资料根据里面的某一个变相先来设定它做分组 那所以我们这边需要再加一个这个 再加一个chunk 那这个chunk就是放的是那个 我们是要先给他先把这个资料 你们可以看刚刚是date 然后这个date还要再做一个改造 那他才能够 他这边画 他这边已经出来了 还好 没有没有 还没出来 对 刚刚出来 好 那这样子比较好 比较好说 接下来我就比较不会做neet这个动作 就直接去执行Armaton里面的chunk 那这里我们就是直接把这个date给做根据分组做的改造 好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其实看 光看隐瞒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这个group date跟这个date 他的资料的比数跟那个变相的栏 变相的栏位数好像都没有变 好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比较细部的地方 他现在那个group by 好 好 你们可以看到原来这个date 他这边就只有 如果你去展开来看他的每一个变相的资讯 你会看到他就只有 只有那个 加上这五 他就只有列出这五个变相的资讯 但是这group date 他就除了这五个变相之外 他还加上了一个这个叫做attribution 好 就在比较进阶的那个R的程式设计 会要比较深入去研究他 那我们现在只要知道说group by这个函式的功能 就好像是把一个本来是比较干净的资料集 我再加上一些比较特别的标记 好那这个标记是为了方便其他的函数来去使用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再做第三个chunk 就是要再做一个summary的演练 也就是第三个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说 他现在是根据这个summary的sumary的sumary 他其实跟第一个chunk 他就只差在说 这一个我是根据这个已经分组的来去做 好然后他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做出来的结果 差别就很明显 他这个就是 就是会把这四个名字的女生有什么人数 去把它做一个分组的总数的这个统计 ok 好 那学到这个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后面 还有很多 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呢 是算平均数跟中位数 所以他这个表格出来的就是说 这里可以显示的 看到的就是说是 一是 你们可以看到平均数 这里 跟 每一个名 每一个名字 他的那个平均的人数 跟中位 跟那个 中 跟这个中位数的 一个 状况 好 那你看到 比较上 好那这边 我这边其实 是有想 有想到 就是应该算是今天的 最后一个限量题了 请注意 这个限量 限量题 是我只用说的 所以同学要仔细听 请问 请问 你们 能不能够 从 这一个 可 呃 请大家 来去 呃 说明说 你们 你们 你们可不可以就是 根据 前面 我们不是在练习三 画出了一个 每个女生的这个 这四个女生的名字 就是三之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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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图 能不能够去 从哪一 从这个图的这个 趋势 折线图的趋势 去 去 知道说 哪一个 名 哪一个名 哪一个名字的 平均数跟中位数 最接近 而哪一个名字的 平均数跟中位数 差异最多 有听清楚问题吗 就是 如何从这个 图五之一 说明说 为什么 哪一个名 名字的 平均数跟中位数 是 比较接近 而哪一个名 名字的 平均数跟中位数 是差最多的 能不能够从这个图 去做一个说明 从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在 这个下面 练习吧 这里 看到了 他这边 平均数跟中位数的 怎么样跟图五之一 做一个 做一个 因为这个稍微要 想一点 所以 想一下 所以我就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同学 有比较好的一个解释的话 我们这个限量就算停止 所以这算是 非常的限量 做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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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说明 你觉得如何由这里 去看到哪一个名字 的这个平均数跟中位数 是最接近 是最接近的 又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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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哪一个是 比较远离的 这个pick是什么东西 注意 这个我上一次就已经开始说了 这个统 在这样的 因为有 R的帮助下 这个很多统计的专有名词的学习 你要靠你自己 因为R本身的help 还有甚至你们看到 网路上查到的各种大神的示范 那么就 就已经非常多 也不用我 我那个讲 也 反而我不需要讲太多 ok 你要顺便传一下 让大家传口级 ok 好有了 有了 有同学看到 不过你可以再加一点字 左边跟右边 跟这个平均数中位数的关系是什么 什么叫做图表中央 因为我刚刚已经有一直强调两个关键字 平均数跟中位数 你们讲到平均数 但是跟重重点是他跟平均数跟中位数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有什么关系 在普通的统计书都是会特别讲 但是如果加上了那个程式 还有加上这种绘图 然后有同学找到了 但是请用你自己的话讲 不要去copy别人的powerpoint 都没有同学那个讲到平均数跟中位数的关系 中央集信电里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还很早 然后用这个powerpoint 其实跟我们这个还是有差异的 因为这种的都是讲的是数学推导上的次数分布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像是这个直接用ggplot2画出来的是真实资料的次数分布 但是这已经足以解释 为什么平均数跟中位数的差异可以可以那个跟他们这个次数分配的这个形态是有关系的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ok 很好 这个有有有有一个有一个同学的 已经有一个郑重红心的这个这个说明了 OK就是看折线的这个高峰 或者是风度或者是偏态 OK 好这里已经有一个了 有一个比较清楚 当然有同学还有说 还有举出用那个扣 这是一个更进阶的一个方 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来研究看看 好那我们就接着 关于这个group跟上面 就是这里这两个chunk 那我就不再做比较进去示范 那这里有一个示范 它是把group by 它是根据两个资料 这边有看到 因为前面有一个new data 就是说就是在前面 这一个练习期的这一项 制造了这个新的变相 好那所以说它可以 它这边就是说根据两个变相 再去做一个分组的描述统 的描述统计 所以你看到就根据性别 还有还有这个年代等等 好那这里 最后这里练习八这边 我就要丢一个活用题给各位 因为我们快要下个 我就赶快跟各位讲一下 活用题就是要各位去想想看 练习二的这一个 如果说今天这个资料 我没有这个最后这一项的话 我要怎么根据前面的这四个变相 去算出proportion 最后这一项的资料出来 这个活用题的目的就是要同学 虽然是有点挑 虽然是有点挑 有点挑战性 就是没有这个 如果这个babynance的proportion拿掉 我要怎么样用前面的这四个变相 去制造 去测试看看 是不是可以算 可不可以去算出来 这个这样子了解吗 活用题就在这里 那这里其实 这个课后演练还有一个 你可以尝试 就是你可以试试看 去用这个 如果说不用这个proportion 就没有proportion的状态之下 你可不可以用summarize 然后应该还要再加上group by 去算出这个proportion 不过这里我安排这样子 是要刺激大家 是学会怎么去使用程式码 去解决问题 所以你这个不一定要对 你只要写出两行 可以执行的程式码就可以了 那这两行就是 有一行是group by 那另外一行就是summarize 所以只要 至少写出这两行 可以执行就好了 那正不正确不重要 那如果要追求正确 那就是挑战这个活用 挑战这一次的这个活用题 那怎么样做 那等到